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雄公仔打造出凤凰鱼飞 马刀成功 如虎添翼三种不同风格的数字藏品 梅庄以19.9的单价限售1万份 开售后也纷纷售信 目前NFT正在将艺术收藏的资金门槛拉低 今年以来 阿里 腾讯等互联网大厂陆续推出了多款NFT作品 价格均在几十或几百之间 为避免NFT炒作风险 各大平台也采用了许多措施 例如数字产品为放开开放权益 但是线下仍然有大肆炒作的现象 一名用户曾在阿里拍卖上将亚运会火炬的NFT数字藏品拍卖 价格最高飙升至300万元以上 但是由于数字藏品存在于链上便于追踪的方式 蚂蚁链与阿里拍卖联手下架了这起涉嫌网络欺诈的交易 之前我们聊过NFT碎片化玩法 但是对于评价NFT的出现 让它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更加贴近 也让大众透过NFT逐渐了解认可区块链这一新兴行业的优势 虽然现阶段NFT发展并不是特别完善 还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呀 它的优势却已经展现出来了 随着完善版权NFT化的法律法规 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NFT的监管更加严格 NFT应用更加广泛 我们可以说 它的出现 让我们生活便捷的同时也充满了无限想象力 如果你对区块链的哪些消息感兴趣 就在下方留言吧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